好,现在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关键真动画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 上节课我们运用了一个小球建立关键真动画 那这节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小球的关键真动画 那这里要为大家讲解的就是小球沿着路径运动 另外运动中会有运动模糊渲染 最后就是一个坠落小球的动画建立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终制作效果 好,这个里面就是这节课要为大家带来的制作效果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Motion 5 像以前一样继续建立一个小球 为小球更改颜色 来到资源库 行为 行为下边有基本运动 我们这次选择路径运动 要为小球添加一个运动路径 好,来到检查器 对行为进行编辑 形状里边我们选择圆形 在检查器里边已经看到 小球可以沿着一个圆形进行运动 我们把圆形放大一点 编辑一下圆形的位置 往画面中间挪一点 好,小球来到了画面中间 我们需要对行为进行时间轴上的控制 让它变得短一些 同时可以修改它的播放速度 我们先暂时用匀速 来尝试播一下 看到小球此时就可以沿着一个圆形的路径 进行 进行移动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小球就可以沿着圆形进行移动了 同样这个行为可以建立其他的形状 比如一根线条 一个矩形 或者是一个多边形 或者是一个不规则图形 好,下边要为大家讲解的是运动模糊 这是一个渲染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点上运动模糊 来看一下小球的运动会发生什么变化 好,现在看到小球的运动 有了一个针与针之间的融合模糊的效果 对吧 那我们现在再来把运动模糊勾选掉 小球在运动的过程中 又变成了一个始终都是棱角分明的圆形 这个效果就是运动模糊渲染与否的区别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建立是否需要运动模糊 好,我们现在让小球运动的慢一些 运动模糊一样是有效果的 它的边缘 它的边缘在运动的过程中是模糊掉的 我们再把运动模糊关掉 看小球这个时候在运动的过程中 始终都是保持着一个球形的状态 好,这就是运动模糊的渲染与否效果 我们接着往下边制作 好,我们来到群组 新建一个群组 选择一个巨形 然后再为巨形改变颜色 调整巨形的位置 好,在行为下边 基本运动继续为这个巨形添加路径运动 我们现在希望把路径变成一个巨形 我们来看一下 好,现在已经把运动路径变成了一个巨形 把巨形放大一点 调整一下巨形运动的位置 好,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如何建立一个巨形或者是多边形的行为 我们再对行为进行时间上的调整 我们现在选择先加速再减速 好,我还需要调整运动路径的时间长度 按O减可以对它进行剪切 好,我们现在再来播放试一下 小球运动还是太慢了 再调整一下时间 好,现在来看 巨形就围绕着另外一个巨形在运动了 并且它的运动速度是有一个先加速再减速的过程 我们需要把时间调的再短一些 看得会更加清楚 好,看到它的运动速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而且它是围绕着一个巨形在运动 好,这个就是基本运动行为下的路径运动 这个路径运动还是比较有用处的 好,下边就要为同学们建立一个坠落小球的运动过程 我们来看是如何建立的 我们把时间轴先往后拉 来到群组,继续新建群组 好,然后我们建立一个圆形 建立一个圆形的小球 然后建立它的坠落运动 修改圆形的颜色 样式 下边填充的颜色 改成红色 好,已经建立好了 下边就是要对它的关键帧进行编辑 这样小球是有一个坠落的过程 我们要建立它的外轴关键帧 第一针 然后我们向后数 10针左右 然后让小球坠落 调整它的外轴向下走 好,我们还可以为小球建立一个坐标 我们再把时间轴放大看一下 现在小球坠落的时间好像慢了一点 我们下面再慢慢进行调整 我们让小球坠落的需要再稍微快一些 我们继续数针 好,让小球的运动变得短一些 好,小球坠落 我们再让小球坠落的更加快一点 继续把帧数缩小 然后向后再数五帧 对,没错 还是继续数五帧 然后让小球有一个上弹的过程 移动外轴 继续向后数五帧 让小球继续坠落 坠落到同样的坐标点上 好,那剩下的关键帧 我们需要缩短帧与帧之间的距离 那么下面我就是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四帧的弹跳过程 好,我们现在再来播放看一下 小球有了一个坠落的过程 那看上去小球坠落还是有点慢 对吧 我们后边再慢慢地进行调整 好 我们再把时间轴 时间轴放得大一些 我们继续缩短 小球弹跳的帧数 说到四帧 有第一次弹跳 然后三帧 有第二次弹跳 再向后数两帧 再做一次弹跳 再走两帧 继续落地 再走一帧 弹跳 最后的一次弹跳 我的时间间隔是一帧 让它反复两次 好,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看到现在小球就有了一个 小球坠落 然后在地面反弹的动画效果 好,小球在最后的几帧 我还是需要对它重新有一个调整 小球弹跳的高度 做一个微调 好,再来播放看一下 小球后边的坠落 时间太紧了 现在把它们继续从一帧 变成两帧 做一次弹跳反复 我再继续对关键针进行微调 让它变成两帧 有一个弹跳的过程 好,调整时间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点卡 我需要CMND加R进行渲染 好,渲染完成 再来播放看一下 好,看到此时小球就有了一个弹跳的过程 好,这节课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好,我们还需要对小球的第一个关键针 做时间上的调整 让它降落的更快一些 好,继续对小球做微调 我们再把时间轴拉的短一些 把关键针与关键针之间的距离拉的短一些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 小球的整个弹跳过程 貌似已经比较舒服了 那小球的弹跳过程 在这里边运用的大部分都是 五针以内的时间间隔 那所以你在以后建立关键针的时候 也可以尝试进行更短的针与针之间的距离和时间 来调整人物的运动 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建立一个非常两贯的运动的时候 这个人物的运动其实是非常快的 这些运动我们都可以通过建立逐针的关键针动作来实现 好,这就是这节课为大家带来的关键针的内容 感谢观看